大家好,我是游子 新年好 给大家分享一下我12月份值得种的菜 首先要种的是花叶菜 花叶菜富含膳食纤维、蛋白质、维生素、脂肪、碳水化合物及矿物质等 是含有类黄体同最多的食物之一 这也是为什么卖的比花菜贵 它的口感清脆 我特别爱吃 这个盆我种了三颗 三颗都不错 都比我拳头大 这颗更大 比我手掌 比我手掌还大 这里还有一颗 它跟花菜不一样 只要它这个花松开了就可以采摘了 这颗还不能吃,它的花还很紧 如果是花菜的话就可以采摘了 我基本上都是种在棚里的 如果是小的棚种一颗,大的棚种三颗 种在棚里的好处就是可以跟着太阳走 另外就是虫也比较少 像鼻涕虫啊,它特别喜欢钻在这个花心里 你种在棚里就可以远离这些虫 我把最大一颗送给了我的好朋友 希望他能喜欢 下面做一道腊肉 炒花叶菜 热油 煸炒腊肉 然后加入胡萝卜,青椒,和花叶菜 翻炒一会儿 盖上盖,焖熟花叶菜 放些盐 混合后就可以出锅了 一个菜荤素搭配,全有了 广东芥兰菜 芥兰是春天的代表蔬菜之一 今夜都能食用,营养价值非常的高 每100克芥兰中的维生素C含量平均为103毫克 比油菜高出近三倍 是膳食中很好的维生素C来源 这颗芥兰已经开花了 这一颗就可以让我吃一顿了 今天把它摘了 这边上还会出来 再点叶子吃 是不是应该这样吃 看这个地方 它会再长这个杆子出来 它的杆子很嫩 叶子也很好吃 大蒜炒芥兰 如果你想放蚝油牛肉的话 这个时候就可以浇在这个上面吃 台菜 上海人叫 这个菜床我已经捡了好几次了 每几天因为下雨吧 它一会儿又长得那么茂盛了 又可以采摘了 这里的大蒜 再看看这一颗 再看看这一颗 今天拔了 我的水浇了不多 所以没什么虫 土也很松 加一些肥 又可以种别的菜了 台菜是高蛋白 高膳食纤维 低脂肪 低能量 且富含矿物质 和维生素的天然理想营养食品的原料 台菜 杏味咸寒 具有软肩散结 清热解毒的功效 这颗我也送朋友了 西兰花 是我每年都要种的 它是出了名的防癌的素菜 西兰花中的营养成分 不仅含量高 而且十分的全面 由于维生素C等不耐热 因此西兰花不易过度烹饪 比如把原本绿色的西兰花炒得泛黄 这样会让素菜带有强烈的硫酸味 并且损失营养 最好加热不超过五分钟 蜗具有名生菜 我中国不少生菜 各种各样的 但是我最喜欢的还是这种生菜头 生菜具有清肝力胆 清热安神 养胃的功效 因其精液中含有蜗具素 故味微苦 具有阵痛 催眠 降低胆固醇 辅助治疗神经衰弱等功效 菜中含有甘露醇等有效成分 有利尿和促进血液循环的作用 我一年四季都种这个菜 冬天我会种在棚里 夏天我会种在阴凉的地方 生菜头就是像大白菜一样 它里面可以卷起来 你可以捡外面的吃 然后让它里面再继续长 但是有一个问题 就是它很容易给鼻涕虫 或者是蜗牛给吃了 我主张种这些菜 在盆里面种 比较干燥 然后蜗牛跟那个鼻涕虫 不太容易爬上去 种在地上就会有问题 你们来看看我这一棵 种在地上的菜 你看这里边的鼻涕虫 好恶心哦 这个菜可以生吃 但是让我看到了这个虫 我只能挫水吃 这几棵生菜 是朋友送我的苗 他给我的时候 我的棚已经都种满了 所以我只能种在地上 这块地还是比较干燥的 你看看 还是有鼻涕虫 他喜欢潮湿的地方 还有就是卷起来这种菜的里面 吃你的菜心 曾经有一个种菜达人跟我说 家庭种菜 什么卷心菜呀 还有卧炬头啊 不要种在地上 更不要用这种自动浇水的方法 最好是种在棚里边 然后见干再浇水 这样虫就会很少 但也不要太干了 要不这个菜就不好吃了 娃娃菜 娃娃菜就是一种绣蒸形的小猪白菜 富含萝卜素 B组维生素 维生素C 鸡 钙 鳞 铁 铁等 白菜中的微量元素 性的含量 不但在素菜中名列前茅 就连肉蛋也比不过它 我也是把汪汪菜种在棚里 也是为了避免这个鼻涕虫和蜗牛 这盆我种了三棵 应该是很嫩的 你可以放点咸肉一起喂 日本腰菜 它的口味有点像白菜有点像青菜 我喜欢它是因为它的叶子 特别好吃 但是那个港汁呢是脆脆的 另外一个就是你种了以后你就可以拜边上的叶子吃 它中间还会继续长 这样你这一个季一个季节吧 只要种一次就可以了 我觉得我们小家庭的种菜还是要有选择的 不是什么菜都可以种的 其实大白菜吧 我觉得还是在这个超市里买比较划算 因为它种植周期太长 而且中间有可能就会给虫给吃了 所以我是不种大白菜的 这个日本油菜 虫很少 特别推荐大家种 又下雨了 下了很大把我衣服都淋湿了 冒雨出去采了一大块的青菜 准备搓水以后 这是刚刚搓水以后的青菜 你不要把它水拧干 就要这个水 然后把它切碎以后 连水带菜一起放到这个肉里 这样它的这个肉就不会很死的 因为它们机器里搅出来的肉啊 就是都是等于压的把它压出来的 所以你一定要这个混沌的馅很嫩的话 你就要放这种水汁 那菜汁是营养很好的 何况我这个菜是没有农药的 自己种的 自己种的菜嘛又嫩又新鲜 所以就是把它切成这么细就够了 放在这个肉末里面包馄饨 这个里面已经有季菜了 然后放上 放那个鸡精 一点点蚝油 一点点鲜酱油 盐 胡椒粉 酱粉 就可以拌在一起 最好让它醒一晚上 第二天早上包 这样它的肉汁就特别特别的嫩 我里面放了半罐那个 切好的菜 已经都放进去了 现在 你看到下面有好多水 看到 所以这个肉要跟这个水 但是这个肉一粒一粒的 就说明压得很紧很紧 我们现在要把它搅拌了以后 然后让它这个肉啊 把这个菜汁跟料汁 全都吸收到肉里面去 包的小花灯 给小孩吃 肉菜都有了 有朋友跟我说 为什么你的菜虫那么少 一 要种当季的菜 然后要选的菜 是虫不太喜欢的菜种 二 不要烂浇水 水多了 虫就会来找你的菜 三 千万不要放 没有欧熟的堆肥 就是你买来的鸡肥牛肥 也最好放三个月以后 再撒到土里面 如果用了没有欧熟的肥 或者直接把厨艺倒在土里面挖一个坑 那这两三年你里面的虫都捉不完 地里的那个地老虎 我是受够了 刚开始种菜的时候就学人家挖一个坑 然后把你的厨艺往里面扔 后来那块地两三年都种不了东西 种了就莫名其妙的死了 就是那个地老鼠在吃你的根 我觉得种菜没有什么捷径好走 很辛苦 但是呢 吃到你自己种的菜又很开心 所以呢 种菜不要烂种 所谓烂种就种好多好多 根本就吃不了 然后都有好多好多的虫 你根本就没时间去抓 然后又是浇好多好多的水 因为你不愿意用手浇水 要想有好的收成 你得给它爱 它才会给你笑脸 让你有吃的 我希望我们的菜园像花园 毕竟我们还要住在里面 是不是啊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让我们大家一起开开心心的种菜